欢迎回到从地方开始迎回台湾 民进党这一次的大选 打出的就是联合区域治理 要共同规划在云嘉嘉地区的未来 那么这场晚会 也可以看到吸引上万人次参加 而晚会的压轴 当然是请来党主席蔡英文 亲自为候选人拉台声势背书 透过SNG连线 一起到现场感受热闹的气氛 看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要共同来邀请 联合民主进党 在打押日空一数年 这就是宣企 要来解释台湾的理事 要在帝影集团 把台湾押到来 我们坚强民主进党的 共同主席蔡英文 我们今天跟小英主席 你的风格宣伉 好 揍 别 我們今天跟我們做會 我們的嘉義館 我們的彰化館縣長 還有我們的陳明文 我們的立委 我們未來要做雲林館 我們的接棒 我們的館長 雄伯雅 我們的未來嘉義志 我們的市長 徒信哲 現場還有很多民進黨的講述和幹部 尤其是我們這次來的嘉義軍人 提名我們的議員 我們今天有很多議員 直接跟我們做會 但是大家一個招呼好不好 我們的現場 我們的鄉親世代 大家阿嬤 大家好 我們七天就要投票了 我們看到今天這麼多人來幫我們加油 來幫我們鼓勵 我覺得很有信心 我要問我們的鄉親世代 你有信心嗎 你們有信心嗎 你們有信心 我要跟大家說 選前的這個最后的幾天 是變成最多的時候 我們過去的經濟跟我們說 國民黨每一次的選舉到最後的時候 都用最多最多的手段 國民黨的目標是要保住國民黨的政權 他跟民進黨不一樣 民進黨想的是要改變台灣 我們讓台灣有一個改變的機會 來講什麼 我們的支持者 我們很多台灣的人民 期待我們一定要贏 因為我們台灣的社會 期待我們可以 成為我們台灣改變的動力 在選前的這個時刻 我們要更加努力 我們可以回應我們的社會 對民進黨的期待 選前7天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對整個選情 我們是慎盛樂觀 不過我們步步為營 這是我們對現在的選舉 我們的評估 我們也要跟大家 共同來豐盛下賜 這次 我們是要大家做的來打招 不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絕對不要放棄 任何一個選區 這樣好不好 我們要讓我們的立書 這樣記載我們 2514年這次的選舉 這次的選舉 我們希望 我們來後面會記的 2514年這年 因為他們的記者說 我們這年是2014年的選舉 是臺灣走出泥沼 徹底翻斬的分水嶺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互相打氣 拿出所有的力量 打出最好的成績 好不好 我 這段時間以來 我這兩禮拜 就來我們的雲家家 來這個地區 來背我們的候選人 來掃雞 參加我們國 我有一個感覺 過去我們掃雞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都不太熱情 不過這次也不一樣 這次我們去掃雞的時候 那些年輕人都會跟我們掃雞 都跟我們說加油 也希望我們可以贏 所以我覺得這次 我們的年輕人真的不一樣 我們的年輕人覺得 這是一個改變的時刻 因為這個改變是為了我們的年輕人的重來 我們做事長 這次在2014年這次的選舉 我們一定要有責任感 我們一定要有使命感 讓我們的年輕人有一個好的未來 這樣好嗎 有一天 我去當舊 去掃雞的時候 我就剛才有一個阿姨 她走過來 她在賣渣餐 她走過來 她給我一塊的東西 裡面我把它打開 有豆奶 還有飯糰 她跟我說 主席 你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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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臺灣這樣拚 你只要吃飯 才有我們來做拚 這位阿姨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在現場嗎 我也不知道你有在電視頭上嗎 我要告訴你 還要告訴你 再告訴你一次 你會期待跟臺灣 很多人的期待都一樣 我們可以讓臺灣有一個改變的開始 知道嗎 我知道 我們很多臺灣人對未來的期待 我們大家為了三餐三餐來拚 為了我們的未來來拚 都很辛苦 民進黨的公正 我們的公正 幹部 還要再打拚 可以讓我們的選民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政黨來的 可以以後的 我們可以讓人民安心的 不要每天為了一個黑心油的事情 或是經濟不好的事情 每天都在頭上 這是一個政治臨文 一個政黨的決定 我們希望我們的民進黨 在這次的二千港十四年 我們這次的選舉 可以回應我們的民間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人民對我們民進黨的期待 所以這次 我們的選舉 我們所提名 所有的好選舉 當然我們覺得 最好也最好做事情 也可以讓人民有一個期待的好選舉 所以這次的選舉 我們的雲家家這個地方 我們的好選人 都是最好的 我們的家醫師 我們就徒醒著徒醫師 徒醫師到現在選舉 選前七天 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是我們的家醫人 他少年的時候 讀主都是第一名的 不是第二名 他說都是第二名的 而是我們小學和大學和醫學院 都第二名的 但是 台大醫學院 可以彈到第二名 也是很厲害的 是不是 我們現在台北有一個叫柯文哲 大家都說他很厲害 我跟大家說 我們的柯文哲也很厲害 是不是 我們這個柯文哲 還有柯文哲 也做過我們的衛生局長 也做過ve薦局長 也做過ANE的留言 착 還裡面 被告ен 我們選嘉義市的市長 所以我們的土星澤 還有台北市的衛生局局長 也做過衛生署的署長 也做過立法委員 所以他對中央和地方的事都很有經驗 他還有做民族的經驗 所以他如果抓 一定馬上上手 馬上帶領我們的嘉義市進入情況 大家說很厲害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嘉義市 在土星澤當選之後 絕對不會是新兵訓練員 絕對是一個有經驗的老手 馬上上手 這樣好不好 我們的雍爺 聽到我這名的雍爺 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雍爺是一個很政治的 也是一個經驗很豐富的 他做過律師 他在我們之前的時候 也做過我們的法務部長 也做過我們的內政部的次長 他在台風也做過我們的 阶南區的市長 也做過我們民營館的代理的館長 他對我來說 是接棒我們的蘇智芬最好的人選 大家說什麼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這個彰化館有一個名字叫 叫小花縣長 叫小花縣長 大家記得小花縣長 我們的小花縣長 還有一個名字叫做五星縣長 這個五星縣長是一個有能力有破例 還有同理心的人 所以我對小花縣長很有信心 我們將來我們的文靈 加義官 加義區 要聯合的區域 區域的聯合執政 我們有一個嚴正的彰化館縣長來插頭 我覺得很暗層 一定會做得很好 我們來想看看過期的這段時間 我們的雲家家 尤其是雲林館 是我們蘇智芬館的九年 可以很多人經營 雲林館在以前 很早以前 大家都說雲林館是 黑道的故鄉 不過 今天問年輕人說 你對雲林館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的年輕人一定會說 他就是農業首都 他就是我們台灣農業最好的所在 大家說是不是 我們的蘇智芬縣長 九年改變了雲林 讓雲林脫胎換腹 雲林再也不是黑道的故鄉 今天的雲林是我們綠色執政裡面最好的農業的典範 現在大家都會記得 我們的農業首都也記得雲林的博覽會 我們都記得 2013年雲林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蘇智芬縣長所創辦的綠色博覽會 農業博覽會 這個博覽會中央沒有補助 不過有超過100萬的人去參觀 這跟台北市花130億去做一個展覽會 不過我們的雲林只花了4、5億 你說雲林縣的館長有力嗎 這不僅是這些政績而已 它有很多很多都是全國的獲得 我們的雲林縣的農產品 是我們所有的台灣縣市裡面 的疫苗農產品最多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幾個在將來 會變成我們的台灣農業裡面 很多很多新的革命的開始 前面我們也要說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的小花縣長 把我們的嘉義館建設成一個田園的城市 這個田園城市裡面 也有很多很多我們的現代農業之外 還有很多的休閒產業 而且我們的小花縣長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推動大湖北園區智慧工業園區 創造了很多的我們的就業的機會 所以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們的小花縣長接辦我們的陳明文縣長燎熬 我們經過陳明文跟彰化館 我們13年嘉義館的執政 變成是我們最好的五星的執政 我們大家有同意嗎 有同意嗎 我們有雲林館的組繁長 把我們的漁林脫胎換骨 我們有我們的彰化館 加上陳明文13年的經營 讓我們的嘉義現在變成一個 施政滿意度很高的地方 是一個五星的地方 所以我要問我們的軍人我們的嘉義 我們的鄉親審大 你對民進黨有信心嗎 有信心嗎 有 如果有信心讓蔡英文拜託一次拜 這次是不是我們繼續來執行 我們的民進黨的好專領 你們好嗎 所以我們的小花縣長 一定要人認的是不是 而且要包票連的 你們好嗎 我們的勇伯要接放 我們的余寧縣 我們的蘇智芬縣長 我們的勇伯 我很不信心 我今天再次跟他做會 開一個記者會 我看到他對我們文靈 未來的規劃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有遠見的規劃 我對他很有信心 雲林在我們的勇伯領導之下 一定會更加的升級 變成我們的農業首屬的升級版 這樣好不好 我們會突醒著 我們的宜星 我們的白色的力量 將會帶領我們的嘉義士 變成雲家家裡面 最重要的一部分 跟著雲家家三個地方的聯手 我們的雲家家 將會變成台灣最大的糧商 讓我們的糧食的供應能夠無餘 我們的食品安全也無餘 這是我們對雲家家最大的期待的 他說是不是 好的 我們的臺灣的牛村 就在我們的雲林線 就在我們的嘉義線 就在我們的嘉義市 這是台灣人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要有足夠的糧食 我們要有糧食的安全 我們要有現在的農業 我們要有一個國家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雲佳佳 大家說什麼 這次選舉的時候 很多我們問我一個問題 說國民黨和民進黨這次有什麼不一樣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一個政權跟國民黨都不一樣 就是這次我們的政權裡面有一個 就是我們要成立區域的聯合治理 就是我們有的官司 是一個生活圈 或者是一個生產圈 我們的希望就是他們可以在一起聯合的治理 能夠發揮最大的治理的效能 今天我跟我們的藏法官現場 跟我們的兄弟 跟我們的徒信哲 我們做一個記者會 正式宣布說 我們要成立區域的聯合治理 我們希望讓我們這個台灣的牛村 在他們三個帶領之下 能夠給台灣最安全的地方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不僅是我們台灣的糧倉要保住 我們也希望說在我們這個聯合治理的地方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老人家 我們的弱勢者有一個好的教徒 所以我們要推動我們當地照顧的資源中心 來推動雲家家每個社會的長照中心 我們也要結合我們三個關係的力量 來設立雲家家農產行銷公司 透過我們的產官權的合作 來行銷雲家地區優良的農產品到全世界去 到全台灣 全世界去 這樣好嗎 因為我們這裡是我們的牛村 所以我們也要把生產優良的農產品之外 我們也要成立一個食品安全網 來保重我們從農營產到餐桌 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來解決 政府沒有辦法解決 實際問題大家說好嗎 吃得健康